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賴 看今天的天空 超好的 蓝天白眼 這兩天氣溫都29-30度 今天就來聊一聊 我是怎麼遮陽的 首先你們看 我這邊你們看像對面這樣子 就是直接這樣 空空的 我都沒有搭遮陽網 像這一面呢 你看我旁邊都是靠這些 大棵的樹跟盆栽 些微的陰影 幫他們遮掉一些羊而已 現在是下午3點半 你看這一面 剛好照到太陽 白天的時候這邊的太陽 是沒有的 如果有也是比較微弱 然後你看 盆栽 旁邊白肉肉 現在這一面 剛好都是有陽光的 所以我都是利用這些盆栽 來稍微擋一下 然後第二層呢 你看看 第二層 通常我都會放 剛剛栽種不久的植物 你看像這個 兩盆紫生珠 它應該還沒有浮盆 它也是直接受到少許的散光 剩下這些都是放 小苗 你看 這個玩耳機抽力 它是不是長得很好啊 它一樣是放在第二層 然後下面這層我還沒整理好 我打算放法師 法師呢 是不能直接接受太多陽光的 所以就把它放在最底層 這樣才不會曬壞 你看它有一顆 有一點煙煙的 那是因為它從 早上曬到現在 我剛把它搬過來這裡 再來看看這一面 你看 現在也是 有太陽的 早晨的時候 這邊是沒有太陽的 這邊是朝著東方 剛好有這一面牆 這一面牆剛好擋住了 擋住了陽光 你們看看這一面牆 現在呢太陽快要下山了 所以它才稍微照射得到一些陽光 所以植物輪流曬 現在我就不需要刻意給它拉遮陽光 你看這些它們都是在弱光散光處 而這一面朝南的白天照射得到大概三四個小時 我就把剛種好的這些不太能照射太陽的放在這一面 然後因為這是屋檐下 你看 所以剛好也可以遮雨 下雨了也不用急著搬來搬去 下面也是 這些都是不能淋雨也不能直曬的 因為這些都剛種不久 或者是生病的 至於這邊這個位置 是太陽西下的方向 你看 我也是利用這些盆栽 你看這些放在這裡 它們整天都是這樣閃光 不是太陽直射 不是太陽直射 這邊也是 看看我這新種的 都長得不錯 上面也一樣 都是靠盆栽 來稍微遮擋一下 它們的部分陽光 所以雖然太陽很大 但不要直接照射太久 都是ok的 至於這兩個四層的大花架 你看 太陽西下的時候 它是這邊照射得到太陽 另外一面 就是閃光 所以等於 輪流照 早上是照這邊 現在下午照另一邊 所以我都可以不用動它 一樣 一樣 比較弱的或是比較不能照太陽的 就放在這個 第二層 第三層 第四層 最高那一層 全部都是 比較不怕陽光的 或者是根系比較好的 另外這個也是一樣 你看 上面都是一些比較需要光照的 螺肉 至於這邊 只有下午照射得到太陽 早上呢 是前面那一邊 你看 所以它們幾乎都算是 有遮擋 所以肚下的時候 我去年也是這樣子做 那下面這層呢 你看 我都拿來曬葉子 其實葉子這樣子曬它比較通風 通常大約 一個月左右它才會出癢 你看這些都是我培育出來的 然後剩下這個空間就是留給貓咪 剩下的呢 就是觀察 除了觀察還是觀察 你如果發現你放的位置不對 就幫它挪個位置 調 調 調動一下 調整一下 然後 慢慢找出適合 那一盆多肉的位置 但通常放在外面這邊 都是已經浮盆根系長得比較好 好 今天如何遮陽 我就是這麼做的 我們就分享到這裡咯 歡迎評論 點讚 還有別忘了訂閱咯 我們下個視頻見咯 拜拜 請出去 拍攝 快點 在 מעrab 一群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